好 还是自己家最舒服 还挺能吃的 真把所有啤酒都喝了 随便改我WiFi的名字 最后你家赶紧修好 赶紧回去 今天就能修好了 没错 今天晚上您肯定能入住了 不是说要到周一吗 不是吧 先生 你这是嫌快呀 还是嫌慢呀 不是 快也挺好的 那我下午就来收房吧 好的 先生 老大 老大 姓童那小子来了 管他们要上一期 拿你们家里的资料 他要干什么 不知道啊 反正他就是一副 拽拽的样子 你给了吗 那我能给他吗 谁知道他安什么心呢 你去帮我打听打听 放心 不出半小时 肯定有最新的情报 小悠 紫进来了 快别站着 坐坐坐 上次您让我坐着 还是撤我节目的事 怎么 这次又要让同大制作的人 来接受我的节目了 没那么严重 跟你聊点轻松的 坐 郑哲的事听说了吧 听说了 发尔盖 藏你身头 可惜了 主任 这么好的人设 如果早点发现 那节目收入率至于那么低吗 迟大制作人 一向做事很严谨 也疏忽了 是 是得向同大制作人好好学习 是不是 前进完青春这么好的节目 就收拾做成这样 还真需要点本事 你别挖苦人行不行 我说的是嘉宾的隐藏信心 你怎么针对我节目呢 实话实说嘛 你实话实说咱就别挖 别嘴仗了 同量你先到外面去 我去 你就别跟他一般计较 咱们说点正事 正则这个点 咱们得用 多好的话题啊 对吧 再说你那节目 不是也一直没有敲定嘉宾吗 可咱们也不能这么一直等下去 对吧 干脆 让那郑泽跟那女嘉宾 再做一期特辑 不行 这不符合我的节目形式 我刚刚不是说了特辑吗 你就让他俩嘟嘟蜜月 发发糖 你想想 这可是真实版的灰姑娘的故事啊 收视肯定爆 渡什么蜜月 发什么糖啊 这不胡闹吗 你这 肯定不行 绝脾气 好了 有情报了 有效率 晚饭我请了 快说说 姓童那小子果然没安什么好心 她竟然想邀请丁小柔和郑泽 当男女嘉宾上她那个节目 而且这事主任还同意了 你确定 当然了 我在天台上听她助手亲自说的 这事还是在你跟主任谈谋之后 我听到您说的话 我特别赞同您的观点 您绝对是那是老谋深 足智多谋 心理格局大 为什么呢 您说了嘉宾才是节目的关键 你想啊 这对嘉宾 能上他们那爱情杀尘报 就可以上我们那前进吧青春 我们节目有漂亮的外景 有趣互动的游戏 那最适合您说那 嘟嘟蜜月发发堂 撒狗粮啊 所以这对咖啡 更适合我们前进的青春 你倒肯着我啊 跟您学的 你看我是这么想的 我首先要问您一个问题 实际他们节目上期收入率为什么火 是因为那个受诅咒的女孩 那是关键 所以如果把那个受诅咒的女孩 跟郑泽这对咖啡 请到我们节目 我们收入率 你别 你别说这零点二 你翻两倍都没问题 那咔咔就上去了 对不对 接着说 我认为这个案子的关键 是先要搞定那个丁小柔 丁小柔来了 郑泽就来了 郑泽来了 那赞助费就来了 两全其美啊 就是隔壁节目组啊 她不太配得很 为什么 我没有丁小柔和郑泽的联系方式 我也不能去做那些偷心摸狗的 去偷人的联系方式 所以需要主任您帮个忙 管 管持心药 我再重生一遍 谁都不许打我节目嘉宾的主意 这人怎么偷听啊 再说什么叫你节目嘉宾 那录完你们节目那就自由人 不是你一样的 主任 上次节目录完之后 女嘉宾受了很多困扰 很多人冲了她的诅咒而去 现在昨天 一个变态跟踪她 险些袭击了她 我觉得不管出于什么目的 我们都应该停止继续消费 诅咒女孩这个概念 赤信 你别得了便宜现在做好人了 你可别忘了赤信 当初找这个诅咒女孩的人可是你 是 我承认我错了 但是我不想一错再错 如果我不能保护我的节目嘉宾 那我宁愿不做这个节目 有 主任 我听不下去了 他这是明着跟您威胁呢 主任 您以前跟我说过 做节目 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 赤信 你别人前人后说的不一样 这会儿你跟我讲原则 你之前想的 行啊 都别吵了 赤信 赤信 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 后果有这么严重 千真万全 行了 我知道了 这个橱窗还挺好的 橱窗位置有点满 丁小柔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开始躲着我 但是现在 我是一阵子那么容易约你出来 下午两点 下午两点 我在这里等你 我不是 任何其他地方 樱窗位置 你orum 并不打开 郑浇 带我来这儿干嘛 这不就是我毕业的中学吗 这边 走 何事 cama 我有一个小秘密要跟你分享 八年前我正在上高中 我的父母也正处于创业期 整日不见踪影 那个时候我的性格内向敏感 陪伴我的只有那些漫画海贼王 有一次因为在小黑板报上 涂鸦了漫画 被一个凶巴巴的老师抓住 我们都叫他压擦猪 你认识牙擦猪 人群中独自寻找方向 小心翼翼地藏起翅膀 多想把你留在我身旁 不再让你一个人流浪 Stand by your side 在拥挤的世界里 轻轻握住你手掌 让你可以更勇敢 听见我没说出口 我的承诺给你 八年前 你在雨中第一次出现 我到现在还记得你的微笑 后来我和父母去了很遥远的城市 我一度以为再也见不到那个女生了 感谢命运让我们再次相遇 所以我对自己说 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段缘分 还记得你上次问我 节目中的告白有没有剧本吗 抱歉 我说谎了 其实节目中的告白 根本就没有什么剧本 还有 我为你做的这一切 并不是因为那份情侣协议 不是因为协议 你曾经说过 每个人就是一扇橱窗 只要用心把自己点亮 就一定会有人为你驻足欣赏 如果你想表现自由 我怎么会狠心挽留 正 郑泽 谢谢你啊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你会跟我说这些 第一次有人默默地为我做了这么多 我真的很感谢你 我现在有点不知所措 我脑子有点乱 你能不能给 给我一些时间 让我冷静一下 没关系 我知道今天这一切 对你来说有些突然 你也不用急着给我答复 以后就不要再躲着我了 把我当一个朋友就可以了 的人 丁小柔 我跟你说 你要是没有比昨天 中途更重要的事情 我就 我的天 我的天 这算是郑泽对你的二度表白吗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郑泽对他绝对不止什么 狗屁合约那么简单 所以高中的事情 不是他杜撰的 不是 不是 这个事情我有印象 只不过当时他戴着眼镜 而且外形和性格 都跟现在差很多 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说起你们高中的经历 真的是让我这个 九零后老阿姨的心里 粉红了一把呢 不过 你为什么不答应他 对啊 你是不是被幸福冲昏了头了 咱们耗的机会你不要啊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 我肯定心里是感动的 可是我一想到 这不是在录节目 而是现实生活中 最真实的告白 我又觉得很害怕 阴影 全赖之前三十多次 失败的告白经历 给你造成阴影了 所以现在一旦告白场景在线 你就害怕 多吃一份破皱冰淇淋 是否答应 是要取决于自己的内心 所以你说 让彼此冷静思考一下 我反倒觉得 这是很负责任的造法 不要太冷静 这毕竟给人家正泽的条件 又不像我们家 争争那种傻老爷们儿 过来这村没这地儿了 我有来 你不要我要了 我有来 这天干什么呀 我的技术啊 从来不会让雇主失望的 我怎么听说有人 昨天差点穿帮了呢 是我大意了 给你打了什么好东西了吗 其实是好东西啊 只要假倩合理 我相信你会收获一份 惊喜的大力 看样子是出院了 胃口也不错 动作细藏的围难你了 这么大的人啊 东西都不会收拾 真是 这么高的床睡着也不踏实 吃东西也得扫码 用东西也得扫码 物价呀比超市还贵 送给我我也不住 不住了 他自己是怎么怎么过日子的 还以为风水好有利于睡眠 没想到过了两天 又回复原状 现在快递员敲门这么大声啊 放门口就行了 倒腹是吗 等一下 等一下 别敲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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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敲了 来了 真是 这也不像快递员了 不会是诈骗吧 你是哪位 对不起 我可能找错地方了不好意思 等一下 请问丁小荣住在这儿吗 是啊 您是哪位啊 我是她妈妈 我女儿呢 她 丁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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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阿姨 小荣她不在家 她不在你在 你谁呀 我是她朋友 朋友 你是她男朋友是吧 你是郑泽 不是 我跟郑泽哪儿像啊 不是 那你怎么不在我女儿家呀 你到底是谁呀你 不是 你别动 我告诉你啊 我已经把你照片发在朋友圈了 我要是五分钟之内 我回复下面的评论 马上就有人报警 不是 我叫你别动 不动 我妈呀 妈 怎样呢 我妈来了 走走 还真的不像 阿姨 您说什么 你不是她男朋友 不是 不是 我怎么是她男朋友呢 那你为什么在她家 这个说来话长 其实我是她邻居 我住在她楼下 然后小荣家的水管爆了 把我家淹了 所以我 借住几天 就是同居 水管爆了就能同居吗 你们现在年轻人是怎么了 怎么可以这么随便呢 没有同居 没有同居 我是付费的 付费 付什么费啊 付费 但是没有付费 付 我们是商量好的 所以你就把她赶走了 没有把她赶走 我们是协调好的 我们觉得这样是一个最好的处理 办法 你说我这个女儿啊 这么大老远跑到这儿来 过的是什么日子呀 还付费 你听我再解释一下 你不要再解释了 坐 我们等她回来 妈 你来啦 妈 你来啦 你都解释些什么 她竟然这么生气 你让我解释的 这下好了 还不如不解释呢 都住在一起了 怎么不说话呀 我们只是邻居 邻居就住在一块啊 阿姨 不是 不是您想的那样 我们没有睡 睡 你之前说没有睡 你是想睡的意思吗 这就是想解释清楚 没有别的意思 你能不能别说话 别说话呀 你行吗 你说呀 我还没说你呢 我把照片放在朋友圈里头 你这人还可在 你什么意思啊 你再跟我宣战是不是 妈 我那是紧张的 我不小心手滑了一下 真的就是她家水管爆了 那作为邻居 我不能不管不顾啊 妈妈 水管爆了 我现在学的马上就要爆了呀 你知道吗 我今天来的时候 小区的保安都知道 你们住在一起了 你说这成何体统呢 你说你呀 一个单身未婚的女青年 你将来还要不要嫁人了呢 我都没好意思说 我 你说你呢 如果想谈恋爱 就好好找个对象 你没事上什么电视呀 搞得人家来问我说 你女儿是不是那个诅咒女孩 是不是被人甩了三十次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解释 什么诅咒女孩呀 哪有女孩这么说自己的呢 你说你搞这一套丢不丢人哪 是谁呀 谁让你上个破电视的 我 我再不说你都上天了你 你跟我说啊 一定要到大城市 才能找到你想要做的工作 你那都是什么工作呀 非要把那个破窗户装潢 妈呀 那是橱窗设计 都一样 赚不赚钱不重要 你说你交了什么 不三不四的朋友 阿姨 我不该打扰您教育您女儿 但是作为朋友我觉得我 不是邻居吗 什么时候变朋友了 是我请她上电视节目的 但是呢我是为了 什么 是你让她上电视 小时候你看看 你都交她什么朋友呀 你呀就是典型让人卖了 还帮人数钱 这种男人太可怕了 你说你离开家的时候 我是怎么听说你的 你怎么全给忘了你啊 是吗 二什么呀 二什么呀 他在这儿干嘛呀 一走 妈 好呀 好呀 好呀